Shalom 愿大家平安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每日曙光 第四节目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讨论 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如何去应对抵御和武功 今天我与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 任人对待 在我们生活中难免会遇到 不友善的人或不公平的待遇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的反应 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29节 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指引 让我们一同来探讨这个教导 路加福音第六章29节 他说有人打你的这边的脸 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 有人夺去你的外衣 连礼衣也由他拿去 耶稣在这段的经文中提出了 一个结局的挑战性的教导 他要求我们面对这个敌意和不公实 以非暴力和宽恕来回应 而不是报复或愤怒 他说有人打你的这边脸 连那边脸也由他打 这是耶稣教导们 以爱和宽恕来应对仇恨 这个教导的并不是我们成为一个软弱或受害者 而是通过了非暴力的方式 展示了上帝的爱和力量 以和平与宽恕来去回应暴力和仇恨 可以打破恶性的循环 带来真正的改变 他说有人夺你的外衣 连礼衣也由他拿去 这个教导进一步强调了舍己和慷慨的精神 耶稣鼓励我们不要制作物质上的损失 而是要有一个宽广的心胸 愿意的舍己更多 以此来表达我们的信仰对上帝的信靠 那而是曼德拉在南非的反种族各离的斗争中 曼德拉经历了27年的监禁 但他选择了宽恕他人的迫害 并推动了南非的和平的过渡 这种宽恕和和谐的精神 带来了一个国家的重生和希望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我们也会遇到各种习世的不公平和伤害 以下的一些例子 让我们能够学习如何去应用 当我们遇到敌意时 不要立刻反击 而是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和感受 用温和的祸意来获解冲突 在遭遇了不公时 不要只想报复 而是寻找建设性的方案 解决的方案 并且保持内心的平静和信靠上帝的公义 宽恕并不意味着忘记或重荣 而是选择放下仇恨和苦毒 给自己和他人重新的一开始的机会 弟兄姐妹 耶稣基督教导们虽然看似艰难 但他带来却是一个 深远的内心的平安和正正的自由 通过爱和宽恕 对待每一个人 我们可以不仅能够遵循上帝的旨意 也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和平和希望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能够遵见耶稣基督教导 用爱来获解仇恨 用宽恕来迎接心神 Amen 弟兄姐妹这时候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通过你的教导 让我们学习如何的宽待 以爱来对待每一个人 求你赐给我们力量和智慧 在面对敌意和不公时 能够以温和和忍耐来回应 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时时刻刻 能够反映你的爱 以恩典成为和平的使者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 Amen 愿上帝祝福你们成为一个爱的使者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